与走双标系列 当你在回答姐妹的问题时 姊女玄 子仙女 先自己想 然后就听本言的分析 直接如实地吵了下去 啊对了 子玄的高光时刻是会什么来着 光时刻 那就是王子玄的高光时刻 龙抄手 到了丽姐这里 直接来了个龙抄手 我有点饿了 原因竟然是肚子饿了 不亏是你 哎刚刚他们说是艺人什么 女艺人杰西卡 到你自己的时候 你也不自己想想 直接抄起了上一题的答案 女艺人杰西卡 这个是什么女疯子 笑得像只鞋的女人 你好歹也像子玄和丽姐 来点有创意的 你说是什么 谁敢不压着 你又太有胆了 你走不记得你也是胆女 为什么你不想到 你神经余闻闻的 我真的怀疑 你都是想和你老婆一样 当你回答老婆的问题时 看到是关于老婆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起来 自由自在的小鸟 第一个就是很像小鸟啊 在飞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飞自是关键词 毕竟本博主考试的时候 也没那么认真的去审议道题 并开始埋头的 写写写写写 我觉得他们是在Q我们主题曲的歌 任性的游戏 你以为他写完了 其实并没有 他还在分析 好了好了 照你这速度 好具人做得完吗 是不是一起疯 你干嘛突然那么激动 吓到我了 任性一起疯 当你以为他只写了一个答案 他写了好多关键词 那你就错了 因为他写了四个 任性的一起疯 迎着疯 飞翔 她怕任何虫类 我不怕 比如说张蕩 我没有 对然后他能被张蕩吓得 整个满屋跑 我不是怕他 我是觉得恶心 你就是怕他 你都被吓死了 我只是跳了起来而已 跳了起来 我还不怕 我只是站了起来而已 你倒是站了 给演绎一下他当时是什么 要cue你示范一遍 你还不乐意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二马演一遍 吻吻 你演一遍 你不是这样子 你是这样 啊 哈哈哈哈 刚才说有关你老婆话题的时候 they have the energy 当你以为他会乖乖的听老婆解释时 因为他是正休息 因为他总是很累 哟 还会抢答了呢 他没有舞台 他也休息 草白你得激动吧 巴拉巴拉说了那么多 我记得我经常路过教室 我走去教室的路上 哟 你走 坐着坐着 就站起来了 他没有影响你 你的脚不没事 为什么刚才说你这个时候不站起来 然后我的PD就跟我说 记得叫Jesca 我说Jesca站什么 她在睡觉 我在哪睡 哪有地方睡觉 就在一个沙发上 我一回头一看 她就躺在那儿 然后用一个被子 这样盖着去 然后睡着就糊润 大睡 你真的很会讲故事 非常的有画面感 然后我叫都叫不醒那种 我就 Jesca 叫不醒 余总你就摸着良心吧 你这样能叫醒一个睡神吗 还是你知道你老婆有起床戏呀 在听姐妹说你老婆故事的时候 也是笑得一个甜的哟 看到老婆弯下腰 你还下意识地看了你老婆一眼 那我拿走 你这宠溺的笑 估计是觉得你老婆太可爱了吧 当你姐妹和你贴贴 最不挺正的吧 都算有结束 你不也挺弄的 这些啥都开业 女轩从后面抱怨 一夜开业 表情眼神都正好 让你老婆和你贴贴 可以摆一下 对 都还没对视呢 你们俩就像成这样 很难不让我们想太多哟 为什么你们俩就那么害羞呢 值得称赞你走的点就是 你轻拿轻放你家老婆 当你以为余总终于能和老婆对视了 那你就错了 来让我们看VCR 其实余总是有看老婆眼睛的 只不过老婆害羞没看 所以就没办法对视 这里我就提个建议 余总你可以把你肩膀靠上去一点 你老婆难得靠下来了 也就快上啊 还来了个嘚瑟的笑 这场表演只能给你99分了 你们真的认为这是单纯的垮掉吗 当然不是 这其实是余总的小伎俩兮兮 请看VCR 这里余总其实就已经知道 要到和老婆双人舞的部分了 但是他看老婆看美女看入迷了 所以也就跟着老婆一起摆烂 不得不说余总 你这个摆烂是我听过最nice的摆烂 哟 你这个清醒的人还想着要上手呢 人非 就这样给你抓到了手 走了老婆的腰 余总这波操作666了 你行啊余总 继续这样不要停 你老婆真的很喜欢在大笑的时候往下里当 站住了 好天 好天 不喜欢跳舞的余总 竟然主动要求跳多一次 好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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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好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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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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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îne啊 啊 当然,老公也看消老婆,看到老婆甩发,还挖了一下,就这样让余总得逞了。 其实余总在表演的时候,只要每次和老婆分开,他都会看她,上VCR。 上一秒看老婆的脸,下一秒看老婆的脸,我就不学了。 退到位子之前,就一直盯着老婆。 I love you when you call me, say no, we talk. I wish you would've been so long. I wish you would've been so long. I wish you'd've been so long. I wish you'd've been so long. I wish I could be so long. 即使这位女生的女生的女生,我觉得她应该是太凶了,但她想要专心看老婆跳舞。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下个视频再见了姐妹们,拜拜。